Among Us 夺旗模式 全网首次亮相 此模式开始后会分为红蓝两个阵营 他们的目标就是抢夺对方的旗子 在飞船中反应堆为红方基地 导航式为蓝方基地 游戏中的每个船员都会用到夺旗技能和刀人技能 成功夺回对方旗子并且带回基地就会积一分 在五分钟之内分数高的一方就会获得本场的胜利 另外游戏中的所有玩家都可以跳管道 但是如果身上藏着旗子的话 她的任何技能都会失效 也包括跳管道 咱们人狠话不多开始精彩对决 我 玉尔和小蓝被分在了红方阵营 走走走 留一个人看住旗子 让我出去探探路 踩踩雷 从医疗室绕一下 看会不会碰见对手 他懂你 现在考验的可是反应力 要先下手围墙 再从管理室挑管道过去 小红仔的手着 找准司机 什么叫做出其不意 或许浪格在基地 快溜快溜 刀人技能还在冷却呢 不会吧 两个人在家守着 这 一双手的我也只能刀一个人呀 哎 浪格好像不在了 跳出去刀叫小红 完了 被发现了 别别别 放我一马 小垃圾 等等 家里的旗子呢 我去 兄弟们 被偷家了 你们人呐 完了 BBQ了 蓝方成功得分 那这样的话 他们只要守住旗子 到游戏结束 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呀 完全不敢过去 咱也不知道 基地内淹了几个人 去你的吧 时间还多 不能放弃 从管道跳过去 躲着 死等 我就找机会 就是现在 啊 我这刚跳出去 就就就 可太难了 根本没办法得手啊 等一下 看箭头的提示 好像是有人来偷旗子了 果然 哎哟 过来了个什么东西 也被我刀了 先跟紧秀尔 技能还在冷却 只能吓唬他 让他以为我能刀人 月儿 快去大厅另一面 挤住他 咱可不能让人家再涨分了 现在一比零数的话 也不是很难看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再来试一次 从管道跳过去 目前基地只有小红一个人 找个人司机 跳出去 倒掉 来啊 浪哥怎么还在门口 等等 听我说两句 先不要动手 那个 不行 不能认松求饶 算了 你刀我吧 什么意思啊 羞辱我 再来 我还就不信了 这局可就更难了 玉尔 浪哥 秀尔 三大高手都在栏方 我的个妈呀 刚碰面就被刀了 一股脑袋往前冲 死马赞当活马医 总有机会抢到棋子 从管道跳过去 机会来了 他们基地里面没人 赶紧抢走棋子 从大厅上面绕一下 卡下视野不容易被发现 快 兄弟们 总算是让我捡到漏了 漂亮 成功击一分 对面心态是有点乱了啊 多多少少有点轻敌 我感觉还能再找机会 这局要是让我赢了 虽然对他们的杀伤力不高 但侮辱性极强呀 他们三大高手也不过如此 又让我偷偷摸摸过来了 跳过去 不急 先等会儿 就是现在快夺走棋子 拿来吧 下面仓库穿过去 刚才浪哥和秀尔都往大厅走了 哦 浪哥你怎么又让回来了 被预判了预判呀 再来 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往前冲 快 机会来了 拿来吧 是利用第一次的方法 完蛋 自家的棋子是不是也被偷了 不过没关系 2比1 胜利还属于我们 差最后几十秒的时间 胜负已定 这局才是我真正的实力嘛 哎呀 挖球 最后也很给力啊 又偷过来一面棋子 漂亮 碾压式的胜利 对面的 你们输得也不冤啊 还有你们 OK 那么今天的视频 在这里就要结束了 小伙伴们喜欢的话 以为视频多多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